在命老先生揭秘,如何回绝厄运,远离厄运,人人都小心好运,可是,有人总是好运欠好,或许吃话无力,没运更凶,乃至接踵而至,原因是什么? 除了命令要素之外,关键是他不懂得怎么呼唤好运,怎么回绝没运? 关于怎么回绝没运,有人会告诉你许多办法,如,改名,风水,穿搭,摆放吉祥物等等,说实话,这些办法,或许有必定的作用,可是,作用往往不张,亦会缺少可持续性,真实有用的办法,忠心的人士要从心思,从行为,从生活方式着手,否则,所谓回绝没运,依然是一句废话 假设你长时间摆脱不了恶运,不妨试试如下办法 一,任命,什么是任命?就是要以安静的心,去接受命运的应战,人生有高峰,就有低潮,低潮越低,高潮就会越高,因此,面临没运,不必悲观,也不需浪费时间去与命运折腾,干脆平静的应对命运 二,修心,佛家通知咱们,万事万物,万景万象,皆是唯心所造,荣华富贵,便是心时的一种所想,毕竟都未空,不留一物 大运,好运,均是自己的认知,自身无好无患,好坏皆为你的别离心所造成的 修心,就是要去除职者,去除别离,关照父亲,一句话,随性随缘,莫要勉强 三,穿着,有的人总是喜爱穿着华服,穿得阔气,有体面,能够招引别人眼球 其实,穿戴华贵,或许珠光宝气,并不能招来好运,反而最简单招来恶运 比方,什么土豪金辣,高级皮草等等,为啥? 由于,一个人的福德是有限的,有量的,你现在就想洁净了,想用完了,今后想用啥?福德洁净,自然恶运就来了吗? 在这说实际中,你们面装修了约高级,怎会有朋友来帮你? 乃至会让好意的,成心的朋友反而远离你,相同更会招来歹人,小人,为君子的想念 当然,穿着也不能流于出笔,乃至而糟,一来,这样会使自己的一职限于掉落,甘于贫穷 二来,一会招热一幕,因灵击败,因而,一个人穿着方面,无论是好运,或许大运,都要不上华服,不留粗笔,修得适度,举动随心,且恰如其分 尤其是恶运,大运,没运之中 四,结缘,结缘,也是随缘,结缘无时不在,无处不生,一经缘起,就要自动结合 无论是外缘,或是内缘,内缘更为重要,这个内,就是心,唯心唯本,其他接爱 通过观想,观照心理,实际上就是利用大脑的超低波频率,宣布自己的真实呼唤,进而改变命运 比方,一个人老是想着,自己怎么倒霉,只会越来越倒霉,应该这样观想 这是一场检测,好运还在前面等着我呢 给自己宣布活跃信号,机会提升自己的决心,同样也会呼喊好运 由于,只是这种呼喊发自成心,因为善念,必定可以得到回应 由于天人合一,天人同构所决意 无,不失,不失就是付出,无云有云,破财消灾,许多人在走没人时 仍死死的捉住手上的一点点金钱,机关散尽,死而死底 期望能够矮过结束,重见光明 但须知,自古穷通皆有定,率见天际中是空,舍得,舍得,有舍财有德,不懂得放弃 怎么能够到,由于,你今天圆洗了手的阴,明日才会有取得的果 你之所以不能把财,就是由于你不失的太少 因而,当你没云来时,宁可破些财来消消灾 例如,捐款行善,请客吃饭,或许购物也行 假如你们远时仍爱财如命,到头来恐将一无所有 六,容胜,走岛运时,总有小人欺负自己,亲伴自己 即便对方不是小人,也或许有理说不清,道不明 除了自己不要逞强外,还要尽量弱化自己,柔化自己 懂得以柔克刚,以弱生强的道理 他强认他强,自己要绝不发怒,绝不动气,绝不动手 尽力示弱,免得事态进一步恶化 要记住,一个八状态不响,命运也是如此 七,轻食,当你运气七差时,且继续久暴时 虽不用如祖赎,但饮食以清淡为主 轻则心静,轻则心安,轻则寡遇 一来,坚持肠胃清洁,身体健康,至少没有怪病上门 二来,头脑清醒,不至于让当上当,盲目激动 三者,广于收求,就不怕他人,别停,别停地引用与牵引 行为天然中正,中庸,中道,如有八字预示等问题可以 私信获取帮助,或评论,留言皆可 如果本篇文章帮助到各位,可收藏并转发,极无量功德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